我是說你要看一下再往前面這樣子 好 我們可以退湊了 因為我手差剛才沒拉嘛 我剛才翻下來了 這個是 一氣呵成 所以你在 你沒動的時候你就要把它 分段你就會忘記 等一下 是這樣轉嗎 俠哥我要往那邊轉對吧 我們要往這個方向 我們要往這個方向 轉出來再過去 對阿你要往這邊轉 所以我現在打錯方向燈了 你要打左邊阿 你應該是退出來慢慢退出來才轉 因為你旁邊有車 那你就凹到了 你要假設旁邊都有車 要不然你這樣是 這樣是不合規定的 這樣懂個意思嗎 靠這邊 這邊有車你不能靠太近 好你隨便找一個位置 停到車入庫 到車入庫 我如果知道我要停這邊的話 我會怎麼開你知道嗎 我會這樣子然後再這樣子 然後我要到車的時候 我就找一個位置 我就開始這樣 對 因為Apple的車子輪胎沒氣了 你就算用它的車鏈也不行 當然你用它的車鏈會比較安全一點 為什麼比較安全 因為它車比較低 你比較好視覺效果比較好抓 然後再來可是考試 你又不能用它的車子 因為它的車子 沒有 不是燈沒有 保險 對 第一個保險第二個燈沒有 等一下我正常的話旁邊有車 這樣會撞到嗎 應該不會啊 不會啊 因為它就是在這裏 這個我看的話 看不太到地方 看那邊的 對啊你就看一個標準就好啦 嗯哼 就是看一個標準啊 你到達你可以的時候 你就可以回轉 不見得要看那邊 只是動作要做到兩邊 都要確認 然後你要看一下後面 以前人家沒有這個可以用的時候 它是這樣子開的 它是這樣子開的 我知道 所以這個很重要 你要假設你沒有這個東西 嗯 OK 看不到地方 這樣就好了 喔 OK 這樣開過多了嗎 欸 我看你這樣 你輕輕的就好 你不需要很大力 我們這樣是 這樣可以啊 你去後面看 因為我們這樣的話 剛才看 因為我沒有看這個東西 那我要怎麼知道到底 剛才剛才吸氣 我怎麼沒看到 你有感覺動一下了嗎 沒有 因為它沒裝到 這樣就可以啦 因為你應該 不是 不是 如果旁邊有車 你就看旁邊車的駕駛位 嗯 以它為基準 可是如果旁邊沒車 你就看旁邊的線 你有沒有停在這個 你這樣看 你是看你這個看不到 可是你看得到旁邊的線啊 有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旁邊的線 欸 我好像差不多在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嗯 這樣 你多開幾次大概就熟 所以我才說 我每天要帶你出來開 就是這樣嗎 對啊 要幫你練一天兩天 你怎麼練 我會建議你這個地方 哪裡 這台車的旁邊 可以倒車入駕 倒車入駕 從左邊到右邊 右邊咬同一方向 對 如果要到車入駕的話 你就這樣往前 對 你知道到這個位置 我就開 好 然後 Reverse 這樣夠 如果位置不夠的話 有沒有 對 你就往前修正 不過我這樣怎麼修啊 說說我不知道 不是 你這樣開對不對 你就是打到底啊 對 那我就要先進去往那邊 對 你就要往那邊 然後你這樣 然後 為什麼是這個 不是D嗎 D啊 好 然後就往這邊修正 不用修正太多 要不然你等一下修 你會退不過去 對 這就是經驗 慢慢的你就會修了 嗯 然後看這邊 好了 就看這邊 可是旁邊有車的話 我就會看自己的線 比較好看吧 嗯 你看得到後面的那個線嗎 就好修一點 可是它這個位置是給纏上的 所以會比較大 呵呵呵 你要看這個 對 壓線差不多嗎 你就看 對在這裡 在後面一些 對 這樣吧 喔這樣可以嗎 好 在後面一點 後面一點 嗯 好 這樣 對 因為你是沒有要shopping 你只是在停車而已 對 好 然後我們再出去再浪 多練幾次 然後我們等一下練到旁邊 再去練路邊停車 像這個我們也可以錄練路邊停車 你知道嗎 路邊停車姐姐以前說有三個點 切進去就可以了 三個點 就是看這個點跟看那個點 再看這一個 啊這個雙車 漂亮 所以慢一點沒關係 對 要停啥 隨便啊 停這個位置好了 好 切過去 切過去一點 對 因為我已經告訴你 我要停這個位置了 你距離就要抓了 我這樣 停這個位置 你就要抓距離 你的方向就要那個 你有先看那邊嗎 沒有 你要先看一下那邊 然後再看一下 因為 在馬路上開車的時候 你要停啊 那後面車可能會浪你 可是有些車 他可能沒注意你要停 他以為你要在那邊幹嘛 他就一直往前開 所以你一定要看一下那裡 那邊車都有浪的時候 你才能開始停 你懂我意思嗎 或者那邊有人 那個像我上次在社區秘密 那女的很奇怪喔 左邊走走又跑到右邊來 那你看他左邊走走 我是不是停車停停停停 開到一半 突然跑到右邊來 我差點撞到他 他自己也嚇一跳 我也嚇一跳 我差點尖叫 差不多 嗯 感覺有點邊 那你就修一點點過去啊 這樣會可以 蛤 你可以再修一點點過去啊 這有一個壓 對啊 你可以再修一點點過去啊 在你還沒有進去之前 你發現太過來 你就往前再修一點點 再轉過來 對 因為你要往這邊嘛 喔錯邊了 對啊 對 再修一點 對 再修一點 再修一些 還蠻正的啊 我覺得你修得很漂亮啊 謝謝 在後面 在後面 好 因為我是看那個到手把那邊 嗯 所以 我覺得剛好笑 在後面 對 在後面一點點 對 好 這樣可以 其實你輕輕的不用 不用那 因為這個是新車 你就輕輕的它就動 我就給它卡住了 因為你太緊張了 所以你就會這樣用力這樣翻 因為久了這個就會壞掉 好 你就輕輕的這樣滑就可以動 然後 再開始 再繞一次 好香喔 那摔了多久啊 沒有很久 現在才四點半 爸爸四點十五分才在那裡 爽 對啊 好 好 然後太早彎 太早 對 你要再出去一點點 好 而且你太跨近那邊 那個車 在旁邊你就會容易撞到 嗯 所以我大概在這個 這個位置 對 再往前一點點 對 然後可以了 然後再打 對 再打了 然後就可以彎 這裡嗎 對 這樣可以彎啊 因為有一個左邊 一個右邊 要路那麼寬 然後你右邊就要看 你有沒有車子 會不會撞到 左邊有沒有人 然後對向車 我這樣直接進去看看 可以啊 你要先煞車 嗯 你不是直接撸 你要先煞車 你這樣位置會不準 到前面這樣煞車 前面的話要怎麼弄 你前面要轉的時候 你要 譬如我要停這個位置 我剛剛就跟你講 你要先煞車 還是這樣 就往這邊啊 不是 你要進去這裡對不對 你就要往左邊 往右邊 再去切左邊 你要停這個位置對不對 嗯 好 煞車 你就往這邊 假設我要停 再還要退 還要再退 對 你都已經在它的位置上 你怎麼切得進去 知道 好 你現在看到這個位置要停 我會切一點點這邊 對 然後再轉 再看個角度再轉進去 太過去 你這時候你就應該要打死了 這時候就打死 我不是要停紅色前面 那你要停哪裡 紅色前面旁邊 哦 我以為你要停紅色 然後這裡打死 對 那這樣剛剛我跟你講的角度是不對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以為你要停紅色前 沒有啊 我怕抓到紅色我就不敢停這邊 那就是要練習啊 可我這樣 你像這樣子 歪了歪了 對啊 因為你角度不對啦 往後退啊 往後退啊 你已經 我看一下我車現在在哪裡 你去看 那又是太平 是不是 太過去那邊對不對 對 對啊 你一定記得要左邊要一定要瞄一下 左邊瞄一下 右邊瞄一下 你才開始往後 左右 後 這樣子 知道嗎 快樂撞車職業 如果有車號絕對撞 因為你退太外面了 是的 而且這邊有車你就撞到了 你退到哪裡去啦 我不知道 然後你繞一圈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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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放樣盤左右分不清嗎 分不清 分不清 基本上我怎麼快去的 太邊路也快樂 好 轉 不太確定就速度慢一點轉 我一直說你可以速度再慢一點 你就煞車可以踩一下 OK 那車你要煞車一定要踩 轉彎一定要踩一下煞車 是減速 你不是賽車手所以絕對要減速 OK 好找一個 那下車手應該也是要先速度 不要 方向盤不要一直這樣畫 你就固定 然後等一下 先煞車 好你先找 譬如說我要找第二個位置 我就煞車停在這裡 然後呢 我要找第二個位置之前 我就先把車往那邊撈 撈 像這旁邊也有車 我可能路不過去 對 你就往那個地方 再過去一些 再過去那邊 對 然後就可以切了 直接切 對 你要切死角啊 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大概要整個小部分 你現在已經 對你已經 這樣會A到人家 這邊的位置 所以我剛剛說 轉死幹嘛 轉死是要切進去 你這樣子然後轉死 現在才切不是嗎 你現在切你就A到旁邊的車啦 而且你會太靠近這一條線啊 那你到底說什麼時候切啊 我剛剛不是叫你往右邊切 然後再往左邊切的時候就可以 好 等一下 我開一次給你看 等一下 慢一點 慢一點 你現在要倒車 你不可以這樣子這麼快 雖然沒有車 可是這是在停車場 你要假設你是在路上 好 旁邊的車子 有停車 有 好 那就不動 欸先生 你要習慣下車把車門關起來 好 不要想說沒關係 我幫你開 下車要把車門關起來 人家上車會自動開車門 好嗎 好 這實在腳太長了 我要停那個位置對不對 OK 我會這樣 比如說我要停這個位置 我 maybe這個鏡子 就對那一條白線 等一下這樣看 因為你那個位置 跟我的位置不太一樣 就這個鏡子 我就這樣 這樣不會A到 不會 那我會怕A到 我就這樣子切 然後在這個位置 我就要修正我的位置 修正我的方向盤 不是到位置以後 還一直切到那邊去 我就要把它轉回來 轉正了 然後不行 OK 我再退一點點 好 這樣推一些些 如果不行 我就從 這樣滷回來 隨時修正我的方向盤 那不然我就A到人家車了 我都不動 我怎麼 怎麼 怎麼那個 這樣 你看一下 那邊 門打開來看 有沒有在線裡面 對啊 對啊 就這樣子 我意思是說 你的方向盤 不是轉死了以後 就不管了 是你要 欸 轉死 我就 我快A到旁邊了 我煞車已經先踩 踩了以後 我寧願倒退一點點 再錄回去 或者說 我可以再重新來 或者什麼之類 修正我的方向盤 都可以 絕對不可以說 我就這樣給它錄進去 你停不進去 我就錄硬錄 那你就會 有問題 等一下 然後你要退車的時候 退車的時候 這個 你一定要先看一下 看一下 然後看一下 後面有沒有人 後面絕對很重要 因為 它可能會有 好 我看一下沒有人 再看瞄一下 方向盤打一下 我就慢慢出來 先這樣子 這樣出來 好 退差不多了 這旁邊如果有車 你就看 欸 我不會A到它了 我就要慢慢的 那你不會A到這邊 怕A到這邊啊 然後後面怕又有人啊 我就會隨時要瞄一下 寧願慢慢慢慢的退 然後你這邊 像人家以前沒有那個時候 沒有這個可以看 它只能這樣看 這樣慢慢的退 那我又怕A到後面的車頭 那我 譬如說我這樣 我快撞到後面的車頭 趕快這樣 修正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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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後面車尾 就不會去撞到人家車了 不是給它推到底 那你推到底 那你就會有問題 好 那修正回來了 我就可以這樣子 好 那我轉在這邊 我可以這樣 慢慢的煞車 我還會踩著 煞車 錄一下 輕輕的踩 然後往這邊 然後像有些有窟窿的 你一定要踩煞車 慢慢的這樣滑下去 好 你相對的我要停這邊也是一樣啊 像我們家的是要停這邊怎麼辦 就這樣 我要停這個位置 先這樣 然後我可能怕撞到了 我就 我要停的位置 可能是這一個 跑過去怎麼辦 不行 我就把它修過來 然後我看那邊的線 會讓我要的線範圍之內 我就切過來 再轉過來 可是我腳都是 不是加油喔 是踩煞車那邊喔 你要線嗎 對阿 我知道阿 所以我在看阿 我還有機會修正阿 不過我看的是這邊 好 冷卻一下 好 好 你要帶一點水 你說什麼 你剛剛帶一點水 可以帶水 喔 沒有帶水 對啊 如果那瓶水不敢叫你喝 那太陽曬太久了 你要回家喝水嗎 不用阿沒事 我們開多久了 半個小時 你要回家喝水嗎 不用阿沒事 你說那個 我說應該要帶水 對阿 坐好喝 你腳上幾點起來 八點半 幹嘛 你太晚睡了阿 睡眠也不足的眼睛 昨天比較晚 對啊 我叫你睡 你又不去睡 睡眠不足 十二點半到一點 沒有 我跟你講 你要習慣 現在都是十二點半到一點之間 睡到會 那你以後上課怎麼辦 以前上課 我在月城睡更晚 現在是因為有你摩采 睡比較早的 可是你要想 你以後是要到學校上課 不是只有在家裡上課 我知道阿 那你時間這樣子怎麼會夠 姊姊也是都會早點睡阿 對啊 我就看 看多忙 我幹嘛 看是到底是要幹嘛 那我再試試 從前面聽 可以阿 聽剛才那個位置喔 可以阿 看一下 還沒到 你要往這邊切一點點 我說是要這個上面碰下來 下面碰先 我是下面 然後再黑一點阿 好 對 然後這邊一點點 對 然後煞車先踩著 壓死了 哇 然後切 然後切正一點 對 然後切了一點點之後再正手 然後多了 然後再回來一點 再回來一點 然後再往前 右邊一點 不行你就往後對 路 往後對 路 可是剛剛如果車 前面有車的話 你應該會比較好抓 我是會壓線嗎 還好阿 有點壓線 好 可以了 這樣就很順阿 你 是不是 這樣現在可以嗎 可以阿 這很剛好阿 你看那邊 我剛剛好在中間阿 現在唯一就是抓那個前面車頭的問題 車頭的迷信 就是你剛剛錄進來 因為前面沒有車 你可能會壓一點點那邊 如果有的話 對 所以你就要 就要稍微調一下 對 你不見得是這個下面 你看 你覺得你上面那個 你對的比較準 比較好你就對上面 無所謂 這是每個人的感覺 後面你有沒有看 對啊 都不知道我轉頭幹嘛 對 先退出來還沒退完 還沒嗎 還沒 好 OK 好 你方向燈有打嗎 沒有 要打方向燈 好 好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然後切 切實 切實 因為我怕撞到後面的車 所以我一定要那個 注意 打指 再回復 都慢慢的 踩著 煞車慢慢的就放 慢慢的踩就可以 這樣 好 你看倒車路過那個位置 最左 最右邊 最右邊 對 後面最右邊 卡車的右邊 對 看前後左右 然後你要退後面 你不確定的話 我知道 我直接轉正可以嗎 還是不行 可以啊 然後你要往後 看後面 對 哇 鏡子啥都看不到 真棒 不會啊 因為你位置還沒到啊 是那個消防酸旁邊那個嗎 對 對 最右邊的那個位置 好 這樣叫你退是有點遠啦 一般來講是有點遠 可是 有人 有人 我剛剛怎麼 我怎麼看不到 那邊 剛剛小孩 所以我才跟你講 沒有我剛剛講 我有直接看後面 也看不到啊 因為他是突然的人 他是突然出來 所以我才叫你 絕對要看後面 你可以先看後面 然後退到你差不多的位置的時候 再看旁邊 你知道嗎 因為你現在後面沒有看 你就看不到有沒有人啊 先退後面 這邊你要看後面 是看中間這裡 對 中間什麼都看不到啊 你現在退還沒有到 黑色車子那邊不是嗎 還沒到啊 對啊 所以你就先退啊 對啊 我是說你黑色車為基準 然後你再開始看這邊 慢一點 速度慢一點 因為為什麼 越慢你就算有人的問題的話 你也不怕撞到 很多人是後面倒車小孩壓死的 真棒 什麼真棒 你這個回答就不好聽了 人家如果這樣講 你不可以這樣回答 切回來 切回來 因為已經歪了 歪了嗎 我太那邊嗎 你不覺得你的位置 我開始看這個會有啊 可是 對啊 我就說你歪啊 因為我開開線是這樣的正常 所以我剛剛還說 可是也OK 因為他的車門要打開 你不能跟他太近 可是我剛剛看是怎麼樣歪 因為你的屁股跟他的已經有一點點歪了 然後抓線LAN車距離要大概多少 可是他每個限控 那個寬度又不一樣 就已經馬上了 就這樣啊 你要往那邊一點點 往那邊嗎 往那邊對 往那邊對 喔 這樣 有沒有 你們比較準了 好 往後 好 停 好 不如說這裡 再後面一點點 在後面嗎 那你為什麼要說停吧 我所謂停就是那個 好 好 這樣可以了 這樣嗎 已經太過去了 你看 你已經跟人家前面駕駛座一樣 差不多這裡啦 差不多這裡啦 這樣就好了 對啊 看鏡子可以了 算了 差不多 對啊 這位置比較大 感覺比較大一點 對啊 台灣開車嚇死 對啊 台灣那麼那麼小 你現在這樣開你就不好抓了 讓你看台灣 台灣開車比較壞就不錯了 對啊 對啊 然後我們往這邊直走 直走 要出去 對 去哪 這邊你要小心 這裡有個窟窿 一定要煞車 慢慢的嚕 好 你就在這邊先停 所以在這邊先停 這裡停 這有stop sign嗎 不是 這裡有行人到 所以一定要先停 然後再慢慢嚕 台灣啦 不會啊 剛才那樣的話 你出去嗎 欸 如果你看 這好像這樣應該可以出去對吧 如果只是走這條行的話 沒有 我會看這邊的車 第一 靠近這邊的車 因為我們要轉彎的時候 我不要靠近這邊 這樣可以出去了 方向燈有打 有 方向打死 打死啊 對 好 先生你不能方向盤晃來晃去 你打死了 你要回來 你要輕輕的就要放那個 你晃來晃去 左邊的車 就會不小心A到 它速度又那麼快 好 轉右手邊 轉右右邊 哦 三十 過三十 直走 方向盤 直走 方向盤 直走的時候不能晃 我們以前考試要考直走 一百公尺之內 你要換三檔 然後不能晃 換三檔 我們要進去嗎 還繼續 要進去 右轉 對啊 所以停車有人 對 還早咧 你還沒到位置 對啊 線材在那裡啊 好 看一下左邊 右邊沒有人 沒有車 你就可以右轉 現在紅燈右轉 人如果走上去 你就可以轉 好 好我們來練路邊停車 路邊停車 嗯 裝在這裡 好可以 這邊記得哦 七點到十點哦 以前是 以前是 早上七點到六 五點 有些地方改了 所以這個很明顯 你一定要 看 好險 難怪怪怪的 記得怎麼停嗎 不記得 你要看邊 再往後 再往後 我知道我知道 然後再轉 再轉 我猜啦 嗯 有車嗎 喔他們有車 其實我會再切進去一點 再進去 我剛才怕要邊 你看現在邊是不是拍那個 對在這邊轉進來 對在這邊轉進來 可是那位置有這麼大給你轉啊 沒有 再切過去一點 再進去嗎 對 你要看 我是看不到那邊往裡面 我說我是 我是看前面車的 對看前面車 然後轉回來嘛 對 然後後退一點 還沒 你就把它轉正 我想要位置這麼大 我想要位置小一點嘛 那是你前面 車 他前面那台車為基準啊 再切過去 切進去一點 我知道我等下 我到後面也在轉 我怕撞到前面車 還少咧 你位置哪有那麼大 給你那個 我剛才說車大 你又說不夠 喔 這我剛才查一下 太緊 太緊還是 不是 因為你已經撞旁邊了 我撞到嗎 對 這樣看你就知道是不撞到旁邊了 好一點點 修一點點 對 好這樣就可以了 就這樣子 對 很麻煩 可是前面沒有車對的話 前面沒有車對的話 那你隨便停了啊 有時候 對啊 你的距離就是像現在這個距離啊 嗯 你這樣看看你後面的距離 屁股後面車子的距離 你就知道啊 在這個邊邊的旁邊啊 它不是有個黑色的道嗎 OK 那我們往前走 先打方向燈 對 沒有在那個 如果像前面距離 我後面還有位置 我會往後面撸一下 嗯 這樣要往後撸嗎 我會 如果後面沒車 我就往後撸一下啊 我才不會撞到後面啊 好 可以夠了 是太大了一些 謝謝 今天才第一天慢慢練 每天練你就會進步 嗯 好 好 你隨便再自己找個位置 不要加速 現在才30而已 還沒超30 我直接在這裡 這邊可以 你剛剛怎麼會沒超過30 剛剛已經超過30 不是嗎 是嗎 再往後面撸 再往後面 還沒到嗎 那我沒有 我會打平啊 不然我繼續彎了嗎 後面沒車 好 可以 後面沒有車 你就要 撸到 撸到那個 差不多這裡 大會 直 我就會往 我就會 把方向盤 打回來再往後面撸啊 是嗎 對啊 你剛剛已經都退到 剛剛好的地方了 你就直接往後面撸 打正來就好 對啊 就這樣就好啊 這樣就好啊 忘記要怎麼打遊戲了 小死 什麼叫做 沒有我平常打遊戲停車 也是這樣停的 然後我就是 忘記了 對啊 你已經撸到後面的時候 我那個開車模擬器 有夠真實 那這樣你都還不會開 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就忘記了 我就忘記可以 就是操作差不多 方向燈 先打 再去調你的那個 這些東西 直接前進 好 對啊 沒車當然直接前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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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加車 這邊剎車 停一下 只有斑馬線 你一定要看有沒有人 沒有 尤其在學校區 OK好 它這個它不是那邊才有stop sign嗎 我們這邊不是必要停嗎 還是它是必要的 他們那個是一定要停 我們這邊就沒人就可以停 切進去 回家嗎 不是啦 我要切這個位置啦 有 到時候還是在前面 我剛剛叫你直接切進去 你就已經那個了 沒有我不知道你突然說 再切進去 那個說得太晚了 好 轉回來 好 差不多這裡 這樣距離後面 會不會太近 我先拖到一張回來 好 往前撸 基本上這個三個點 就是三個動作 你就要把它做完了 是喔 對啊 要不然怎麼叫三點動作 我知道 就是你撸到這邊來 我要停這個位置 切後面 然後再往後拉回來 再撸前面 這樣就三個點 就要結束了 等一下有人喔 小心 要不然大馬路上 誰給你這樣路前路後 路前路後 還可以切這麼大 你已經切到兩條線去了 感覺得出來 再往這邊 還要嗎 要 你不覺得你的線太近 靠那邊很遠嗎 還好 我覺得差很多 差很多 差很多好不好 你就馬路停到馬路中間去了 我是壓到那個 感覺壓到旁邊 沒壓到嗎 沒有啊 等一下秀你看一下 還那麼遠 所以我叫你看屁股 屁股的線 屁股的線對這邊有沒有那個 你看前面的車跟你的車 是不是都他們貼比較近 你就貼很遠 哦 有時候 對不對 還有在上坡下坡的時候 你停好車的時候 方向盤要打哪裡 你知道嗎 比如說像這樣對不對 等一下你幫我看一下會太遠嗎 不會啊 這樣剛剛好啊 就是我一直說 你這樣停開 如果今天你是上坡對不對 可是不是每一條車 每一條路都是平的 你在上坡的時候 你停好了 你的煞車 你的輪胎就要往外 我知道 前面輪胎往外 下坡的時候輪胎要往內 哦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在你停 如果教練 考官叫你說你停好 就停在這裡 斜坡停 那斜坡你停車 絕對煞車要慢慢一定要踩 嗯 慢慢的腿 你不能啪就緊 那你很容易倒退路了 OK 這樣你知道嗎 好 好不用切這麼外面 你如果前面沒有針 切一點點就可以 對 要不然你跑到人家線那邊去 可以嗎 等一下 這裡還是夠重嗎 還是好 這邊好 停車的位置 好 倒退嗎 對 好 看到左邊有沒有人 左邊右邊後面 就切 一直切 好 再回來 發 還沒進去 還不夠進去 對 好可以切了 打死 死吧 對 好 可以切了 打死 再往前路 我要後退一點 可以 再往前路 後退 你往前路 好這樣好 然後再往後面 同樣位置 不是 對 你就方向盤打回來 對 再往後面一點點 好 這樣子 就很perfect 這樣我到邊嗎 有 你自己看 感覺沒有啊 喔 看鏡子你把我掛一下門 掛一下門 看鏡子沒有 你覺得 因為他你會覺得後面的人 更近一點 是更近一點 可是你現在這樣退 距離是剛剛好的 可以 這樣是可以的 考慣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當然也能更近一點 當然就好 可是更近一點的會有一個風險 就是你的輪胎可能掛到 你懂我意思嗎 那你這樣的距離剛剛好就好了 好 好 看那個人停車也是這樣啊 他就一邊退邊嚕 邊退邊嚕 有時候 有時候 說到有時候不太懂說三點 什麼意思 等一下再說 等一下再說 現在不用 你看他就往前面 都可以 這邊是不能停車的 你看這邊 那你跟我看不到 喔有 有沒有 那距離剛才多長啊 喔就是門口而已喔 對啊 好 我們繞一圈回來 就停回去了 好吧 就差不多時間了 好 你 你要靠這邊一點點 因為 因為 對啊 可是你可以靠這邊一點點 所以停差不多吧 好 這樣子 因為你會弄到對面車道 人家會切不過來 好 等一下喔 這是紅燈對不對 對 你再錄外面一點 再外面一點 對 你先停了 然後錄外面一點 然後確認左右 因為右邊沒有人 然後你再右轉 現在可以右轉 因為他不過馬路 你就可以轉 你不能等著人家那個 因為他是紅燈 所以你要 他不能過馬路 所以你就要轉 靠這邊一點點 對 你因為 那個什麼 那個你太靠左邊 人家左邊車道 會被你擠在那邊 不能過 轉外面一定要踩煞車 好 好 確認一下 對 就可以走 好 轉大有點急 算了 不是 你踩一下煞車 看一下 然後就可以轉 因為是右 是紅 是綠燈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是紅燈 你一定要停下來 左邊右邊 確認 好了 30是有這麼慢的嗎 對啊 對啊 你現在可以開 開 那個 現在是剛好在30 39的線上 對啊 38的線上 就30啊 有 30本來就不會很快啊 這個大馬路是可以啦 因為我騎腳踏車的速度 滿一點點的感覺 靠這邊 你太過去了 已經太靠過那邊了 你看 你開車你不能只看兩邊 你一定要看前面 一台車 一台半車的那個 這距離可以吧 我會在它的後面一點點再停 再後退一點點 不要後退了 你這樣距離就可以 我知道我知道 我就是你問的話會再後退一點點 對 就一台車的距離啊 比方它萬一要後退 哦 你懂我意思嗎 就有人要過幹嘛的 對 可是也不是平常是 右轉車道才能用嗎 為什麼它直線呢 直線也可以走啊 對啊 這條線是可以右轉 你可以左 右轉一定要到這就是了 對 好 你等一下 因為有人在走 等一下 你要等它上去 走 我以為等它過就可以了 基本上 我們是 它過了就可以 可是考試的時候 也要等它上去 因為對面還可能有人走下來 你懂我意思嗎 滑滑滑 這是小細節 可是就要注意 這個要停嗎 還是不用停 這個 你要停一下 還沒到啊 你還沒到 還很遠 你不是說這裡要停 要停是在線前面 你是說全停還是不 我會 我的意思是說 是全停還是減速啦 減速到線之前才停啊 停了以後你要左右邊 我一定是說是stop sign的那種停 還是 只是減速而已 stop sign 那個stop sign的停啊 因為我剛才沒有看到 那個stop sign 哪裡有stop sign 它有一個閃光燈啊 閃光燈就是嗎 對啊 不是 那個閃光燈就是叫你 你要注意啊 你這邊痘痘怎麼長那麼大顆啊 那個弄不掉 可以走了 有車啊 它會停啊 它那個stop sign 對就看 可是你這樣是安全的 懂我意思嗎 好打方向燈 好下去 方向燈走 方向燈走 走啊 我們要轉進去啊 然後有車 那你有車 你不走 那你是叫我停 那你該不會叫我停 我是說我要轉進來 我說你要轉 你說後面有車轉 等一下踩 我一直說你停 你說減速好不好 不然你說停 我以為你要我全停 嗯 要減速的話就只減速而已 減速轉的話我就減速轉 慢一點喔 好 我知道前面有那個 所以明天要去先弄保險 我先去弄保險回來再開 現在 現在人家下班了 早上習慣了 我問你說明天還是現在 明天啦 對啊 我要前面點嗎 好 這個不能一直按 你按了以後讓它停一下 然後它才會跳上去 嗯 我們一直按一直按 它就接受不到訊號 好 你可以停 我們要倒進去嗎 對啊當然倒進去啊 好 該門好了 危險 等一下 再往前一些 再往前一點嗎 嗯哼 到這一台車 OK 好 好 我們的位置是哪一個 你知道嗎 閃號 這個 對啊我知道 口罩的話 看這邊的話怎麼看啊 我會看這邊 喔 所以那邊要怎麼看啊 就看我們的位置啊 有沒有 好過 這樣不會撞到吧 不會 好 好等一下 嗯 如果你怕撞到 像我們在我們家的話 你就要看一下 因為旁邊有柱子很危險 你就這樣看 看一下這個沒有關係 可是剛剛那個 是沒有撞到 可是有一點點危險 我就會往停一下 往前嚕再回來 這樣子往前嚕一點點 可以 好 再切過去一點 好 退後 欸 你太過去了啊 我們要往這邊 沒有一套裝 不會啦 對 修 那我剛剛也不用往前修的 好 好 好 修回來 好 對啊這樣很漂亮 再後退一點 我看一下這個好了 好可以了 這樣可以 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拿東西啊 我們就把那個放好 可以停嗎 對 欸 等一下我要把位置先調一下 那你要去對我一次可以消失 不是啦 我要把我椅子啦 對啦 對啦